联系右上角关注,每天更新健康知识,陶瓷性味平和,含有多种维生素,过酸以及干、磷、铁等矿物质,尤其是铁的含量较高。 二、新鲜的陶瓷含水量较高,约89%,热量较低,其热量主要甜味中的天然糖,陶瓷不仅好吃,还有八大功效益含血量高,陶中含血量较高。 在水果中几乎占据首位,不吃桃能防治瓶血。 二、富含果胶,有便秘怎么破,桃富含果胶,经常食用可预防便秘卧。 三、强壮身体,经常吃桃子能够有着强壮身体,负鸡美肤的功效,身体瘦弱,杨盔的人非常适合食用,将桃子和敏粥一起煮粥吃,能有着风机月色的作用。 四、桃有补异气血量因生间的作用,可用于大病之后,气血亏虚,面防肌瘦,心肌气短折,五桃含甲多,含纳少,适合谁种病人食用。 六、桃人有获险化欲,乱肠痛便作用,可用于壁经,跌打损伤等辅助。 七、桃人体取物有抗凝血作用,并能抑制咳嗽中枢而咀咳,同时能使血压下降,可用于高血压病人的辅助。 八桃花有消肿,利尿之效,可用于浮肿腹水,大便干结,小便不利和狡气足种。 桃子适合什么人吃? 一、桃子性育热,肺肝酸,具有五辛,解渴,充饥,生间的功效,含较多的有机酸和纤维素,能促进消化液的分泌,增加胃肠蠕动,增加食欲,有助于消化。 二桃的哈铁量高,含脚量高,含纳少,适合缺铁性贫血的人食用,同时也是和水种的病人食用。 三桃补义气血,养盈生筋的作用,可用于大病之后,气血亏虚,免黄肌瘦,心肌气短折,什么人不适合吃桃子? 一、上火的人不宜多吃桃。 桃子微干二性文,过时之则生热,特别是平时内热偏盛,一生窗戒的人。 过量吃桃,无疑是火上浇油,二位肠功能弱者不宜吃桃,桃子中含有大量的大分子物质,吃桃会增加肠胃负担,造成腹痛,腹泻,所以不宜食用。 另外,最好不要给婴幼儿胃食桃子。 三、糖鸟病患者不宜吃桃,桃子的含糖量高,每百克桃含糖七克,糖鸟病患者如果不加节制过量进食,就会引起血糖和鸟糖迅速上升,加重病情。 如何去除桃子毛? 如果桃子是从树上刚摘下来的,最好放半天的它暑气散去再吃比较好,如果是刚买回来的桃子,最好将表面的绒毛清理干净再吃,比如说直接去皮,用来刷刷洗桃子,在清水中放入少许食用前,将桃子浸泡三分钟,也可以去掉绒毛。 感谢大家的阅读,点击右上角关注,每天更新健康知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